嗨!波波!這是廠商機構的補充品 我放在這邊,你幫我顧一下啊! 那我先去練喔!等一下拍片要用 行啦!快去練!我幫你看著 欸!不要讓別人動啊! 麥波町捏! 靠在滿面賣的量棒! 蛋白隻居然23克! 哇!好棒的! 怎麼了? 這條黑色巧克力棒! 超好吃的! 六個模樣!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該一!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高蛋白補充品適合食用的時機 以及一些大眾的迷思 最近開始跟麥波町合作 所以請他們寄了各式各樣的補充品種類給我 其中包含了各種口味的 基酸、蛋白粉以及各式各樣的高蛋白點心 高蛋白營養棒 今天我只會針對高蛋白補充品的食用時機 以及效果來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我先來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位健身者 他非常努力的完成了他這一天的重訓 但當他打開包包時發現 他竟然忘記把乳晶蛋白粉帶出門 於是他非常的沮喪 認為他這兩個小時的鍛鍊都白費了 帶著非常憂鬱的心情 不然能看這一天 數年之後 這位健身者 他成為了現在的 健人蓋衣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愚蠢 是我重訓後30分鐘2個小時內 不攝取高蛋白粉 前面的鍛鍊就等於白費了 但是不誇張 直到現在還是有非常多人認為 重訓後馬上補充高蛋白粉 是增肌的首要SOP 在為大家解答 攝取高蛋白的最好時間之前 我要先給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大家都知道蛋白質是肌肉所需 非常重要的營養素 那增肌的大原則是什麼 在攝取足夠的蛋白質為前提下 你一天的總熱量攝取要高於你一天的總熱量消耗 那如果你一天的總熱量攝取不足 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身體會告訴你 不好意思我們必須分解你的蛋白質 來補足你一天熱量攝取的不足 提供你所需的能量 那麼你認為 你的身體要從哪分解你這些蛋白質呢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我怎麼那麼努力斷練了 也攝取了足夠的蛋白質 卻還是長不出什麼肌肉 我假設你真的訓練到位 那也攝取了足夠的蛋白質 那問題顯而易見 你的總熱量攝取不足嗎 接著我們來說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到底什麼時間點使用高蛋白補充品最好呢 答案是 在人體缺乏能量需要進食的時候 你是不是在講 該你說這不是廢話嗎 有說等於沒說 好那你反問你自己 全民大會考 什麼時候是人體缺乏能量需要進食的時候 重訓前 重訓後 睡覺前 剛起床 重訓後 答案是 以上皆是 答錯了 這梗有點尷尬啊 這段我們剪掉重新來過 那到底什麼時間點是人體缺乏能量需要進食的時候呢 1.需要填補燃料的重訓前 2.蛋白質合成的高峰重訓後 3.準備長時間空腹的睡眠前 4.經過長時間空腹的起床後 那你可能又會有疑問 所以鈣衣我必須得在這4個時段 和高蛋白嗎 不一定 蛋白粉它就是一個方便好攜帶的蛋白質來源之一 如果你能靠平常的飲食 就攝取到足夠的蛋白質 那麼你並不需要這麼拘泥於到底要哪時候吃高蛋白 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它 吃完午餐的時候來跟營養棒 補充你一天的熱量及蛋白質的不足 都是不錯的選擇 最後我要說的是重訓過後 肌肉的蛋白質合成時間會持續超過24個小時 隨著時間的拉長而緩慢遞減 並不會立即消失 所以不要把重點只放在重訓過後的那一杯 而是你一天當中的每一餐營養素才是增肌的重點 我之後會在我的Instagram跟Youtube 足以分享我的食用後心得 麥可我記得產品真的是非常的豐富多元 光是一個蛋白粉就有好幾種口味 我自己是挑了巧克力布朗尼 藍莓芝士蛋糕 香蕉太杯糖及奶茶口味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從我的連結點進去選購你需要的商品 以及喜歡的口味 記得要從我的連結點進去選購喔 購買時也別忘了輸入我的折扣碼 讓蓋伊幫你打折 有人問你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是金人蓋伊我們下次見 掰掰 哇 這個超好吃的